超快的 好 那就是大家好 我是林欣宇 那就是很高興今天來跟大家分享我過去實習的經驗 等一下喔 為什麼右邊按不出來 都出來了 好 那我目前是台大聲音電子所說二的學生 那我大學是念就是子宮系這樣 那其實我現在就是說論就是做的是寫APP 還有就是做一些演算法之類的研究 所以其實就跟我後面介紹的實習經歷會有一段就是還蠻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曾經去過兩個地方交換學生 就是包含去法國半年那香港也去了兩個月這樣 就是其實我是一個愛就是到處跑的人這樣 那我興趣其實很好玩旅行 那我會把就是旅行中遇到一些好玩的事 或實習中遇到好玩的事用畫好的方式記錄下來 那歡迎你們就是去看一下我的隨手那個隨手畫 那對 那就是關於我的實習經歷的部分 其實我學生生涯到現在目前總共做過四份實習 對 從我生大三個暑假開始這樣 那其中有三份其實跟科技產業都比較有關 包含就是我今年暑假去中國的阿里巴巴淘寶網做視覺設計師的職位 那就是在前一年我在Yahoo也實習的一年主要是做專案經理 就是PM的職位這樣子 那在2011年的時候就是我在去世科技就是做RD 就是軟體開發的工程師 那這個跟我的背景可能比較有關這樣 那我之後會再慢慢介紹他 我在每一份實習得到了什麼 對 那就是大家應該不難發現就是我的實習經歷其實都跟科技業離不開關係 那就包含就我一定會接觸一些電腦阿 手機阿 還有一些平板 那這些公司開發的產品也離不開網頁和手機的APP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因為我覺得這產業還滿有趣的 因為他未來可能就是我們的就是趨勢 所以就我也還滿喜歡在這邊實習 那就是剛剛也不難發現就我的實習職位 也不是很集中在某一個就是職位上 那一般來說在網路科技業產業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三個職位 包含了產品經理就是專案經理 像PM他的簡稱PM 那或是設計師簡稱VDIV VD是視覺設計師的簡稱ID是招呼設計師 那還有工程師ID這樣子 那如果以就是建房子來比喻就是科技產業的話 就是產品經理的角色就很像是在規劃他的蓋房子的時程 然後是房子大概應該要長什麼樣子 就是他的規劃這樣子 那設計師就是應該很好想像就是他的外觀 然後是他裡面的一些使用經驗就是這樣子 那工程師就像就是建築那個房子的工人這樣子 好那就是接下來我就想要就是講一下我的實習經驗 那其實我覺得實習每一份實習對我來說都很像就是得到一份禮物 那這份禮物裡面就是你拆開了會得到什麼 我覺得就是可能是一個認識自己的機會 或是認識志同道合朋友的經驗 或是認識產業公司 甚至是如果你去其他國家實習的話 你可以認識這個國家職場文化經驗這樣 所以我覺得每一份都非常寶貴 那就是我的第一份禮物是來自就是趨勢科技 那就是趨勢科技大家應該知道他的主要產品是在做防毒軟體 然後對那其實我待的部門也都是工程師 對就是整個部門都是工程師 那就是我認為在這份實習最大得到的就是我認識很多業界的前輩 那其實我那時候才升大三而已 很多大學的必修都還沒有修過 其實我不太確定資工系畢業的學生應該要做什麼 或是要做什麼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我那時候就去 那就是認識很多前輩他們就告訴我 這科技業大概有什麼樣的就是藍圖啊 然後或是資工系還有什麼領域啊 比如說那個電腦那個什麼那個叫什麼 圖形識別啊或是知性安全啊或是電子商務啊 就是各種不同的領域 那或是有什麼公司啊 對那就是我覺得這個這一份實習 讓我就是對之後的修課方向很有幫助這樣子 對因為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要守還缺乏什麼能力 那就是甚至後來我實習結束之後 那些前輩還帶著我就是一直去參加一些黑客松 是不是太冷啊 我也覺得有點冷 對 對 沒有沒有我剛剛坐在那邊也超冷 對 對 一些黑客松啊或是一些創業的比賽就是 就是那些前輩就帶著我去走 然後但是在這個實習結束之後 因為兩個月來都跟工程師相處 那我就開始想 欸當工程師真的是我想要走路嗎 就是每天在那邊坐在那邊寫口 然後聽別人跟我說欸你就是要做什麼 這真的是我想要的嗎 我覺得好像不是欸 所以呢我又嘗試了下一份就是第二份禮物就是 就是來自台灣的雅虎這樣 就是我在深縮一的夏天 就是那時候我剛剛從法國交換回來 然後我就得到了這份工作 那這個工作主要是在做專案經理的事情 那那我的mentor就是一個PM 對那就是我就跟著他就是 就是做事這樣子 那我主要做的東西就是比如說 欸大家不知道對電子商務有沒有什麼 那個電子商務就是像是台灣雅虎超級商城購物中心 或是對對那些東西這樣子 那就是我主要做的工作就是分析後面分析數據 對就是比如說你們是從哪裡進來商城的 然後然後點了哪些頁面 然後到了最終的那個頁面 然後為什麼你們突然就是按XX不購買了 所以我們要去想欸是不是在頁面的設計或流程設計 或是購物的流程方面的體驗 是不是有需要做改善這樣子 所以這是我們的工作 那我覺得在這邊學到最大的就是因為 我的團隊主要是比較綜合型的團隊 因為在第一份工作主要全部都是工程師 所以我比較沒有辦法知道其他的職位在做什麼 對那就是在台灣雅虎這邊 剛好我那個團隊裡面有就是設計師 然後又有就是工程師也有產品經歷 就雖然我的職位是做產品經歷的時期 但是我可以跟很多不同部門還有不同職位的co-work 所以我大概知道他們的就是職位在做什麼 那在這過程當中我發現欸 這是我還蠻喜歡設計這個領域欸 就是當我看到設計師他們在規劃一個APP啊 或是規劃一個網頁的時候 對這是我覺得很有趣 所以就是我覺得這段工作就是我能夠掌握 但是我也同時問自己 這是我未來想要做一輩子的工作嗎 對那所以在這份工作的時候 我們也常常會有機會一直去看國外的一些大的EC3 比如說Amazon啊 然後或是那個Ebay啊 對然後或是中國的淘寶啊 天貓 其實我們就是在做淨品分析上面 就是也看了很多不同的網站 那在這個過程中 我就發現欸 這是中國的淘寶 這是非常的強壯 對 就是我們有很多東西 都發現他們都已經做了欸 然後然後我們都還沒有做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 就是既然你就是都對電子商務有興趣了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去就是最厲害的公司 或是對 你就是我想要第二手 Second Hand學 你為什麼不去 就是 不是啦 不是那個意思 就是就是 就是既然我們都覺得他好了 但是但是我們卻不能直接去 那那為什麼不直接去呢 所以就走吧 就去了 對 所以就是 剛好今年就是 淘寶他們來台灣 第一次比較正式的交互實習生 那主要的交互職位 是做產品設計的部分 對 那就是包含 嗯 視覺設計 然後交互設計 對 然後或是前端 他可能就跟城市比較有關係 還有使用者研究這樣子 那我那時候就去面試 因為我平常 就是他在比賽或專案的時候 也有就是做一些APP啊 或是網頁的設計 所以我有一些作品這樣 所以那時候就去面試 他們在台灣這裡招 對 然後 然後就上了 對 好 所以 第三份禮物 就是來自阿里巴巴的淘寶網 我們 其實他是我 第四份實習吧 然後 然後我覺得這個職位是 我發現我真的比較有興趣的一個職位 因為我前面已經做過很多嘗試了 我原本以為 資工系的學生畢業也許只能當工程師 但我發現 欸 在做工程師的時候 有那個產品經理 發現 欸產品經理好像比較需要跟別人溝通講話 好像比較有趣 所以第二份就去做OVM 然後後來又發現 欸 設計 原來有設計這個職位 對 就是 對 我覺得就是在實習的過程中 算是還蠻一路摸索的 因為就是很難 就是第一份工作就是你非常想要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當學生的時候 你可以去嘗試很多不同的職位 然後去找到你真的很喜歡的東西 這樣子 對 那 對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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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巴巴 很大 對 對 就是真的很大 就是我其實以前從來沒有去過中國 那我去唐州那邊實習 那一下機場 嗯 就覺得 嗯 很酷 對 那就 就發現 就比如說 有些文化衝擊啊 比如說 欸 欸為什麼路上的人騎摩托車 或是騎電行車的時候 都用給我戴安全帽 就是 欸嚇一跳 然後 或是 我同事跟我說 欸 就是我去便利商店買禮 我發現 怎麼都是一些我看不懂的藝名 然後我就覺得很害怕 覺得可以喝嗎 對啊 或是我同事跟我說 欸 你怎麼什麼都沒有吃過 因為大陸有很多厲害的食物 然後就跟我說 欸你台灣是不是只有鳳梨酥之類的 對 所以就是各種文化上的衝擊這樣 然後 我覺得就是雖然我們都講中文 但是 就是還是有不少的差異這樣子 那 他們人 那裡真的很多 就是比如說 我在設計部門嘛 一個部門大概 兩 可能一兩百個 就是設計師 然後他們就是 每個人都做很精的東西 那我覺得台灣的產業 相對就是 呃 做的東西比較廣 一個人做的東西要比較多 所以沒有辦法很深 就是沒有辦法很精這樣子 對啊 所以我覺得他們就是人多 是很大的好處這樣子 對啊 所以 就是 然後因為馬雲很喜歡武俠小說 所以他就規定每個員工都要取一個藝名 這樣子 就是 對 就是比如說 對啊 你也知道武俠小說有什麼 所以就是 然後 可是這本來是我們都已經就是 很晚才進去了 所以就是 好的名字都會取光了 所以 剛開始就是 起名字的時候非常痛苦 就覺得怎麼 欸 這是耳熟能詳的名字都已經沒了 那你要取什麼 對啊 然後 然後那圓區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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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就是有六棟大樓 我覺得跟一個大學還蠻像的 然後裡面甚至有腳踏車 就是 很像U-bike的感覺 就是你們可以在裡面起來一起去 然後 然後有很多集中的飯堂 然後 對我覺得就是各種 Amazing 然後 對啊 然後每個禮拜開會 都是一大群設計師 一起檢討你的作品這樣子 因為 在台灣比較少見這種情況 可是 台灣就是人比較少 所以就是 就是 我覺得他們 嗯 對 他們 嗯 人真的很多 對 然後 然後他們 他們也比較就是 aggressive一點 就是 因為人多的關係 所以如果你不積極表現自己的話 很容易被淹沒 所以就是如果你不講話 因為我覺得 欸 因為我們這次去的台灣人大概二十幾個吧 然後 就是大家一開始都很謙虛的感覺 就是 呃 謝謝啊 就是不好意思啊 就是各種就是謙虛 那他們就會覺得 為什麼要這樣 你們不用這麼就是 客氣或什麼的 就是 我覺得他們這樣子也很好 這樣 對啊 嗯 對 那我主要做的工作就是 呃 像一些banners的設計 然後還有 手機的app的推廣頁的設計 這樣子 對啊 然後我覺得就是 跟前面幾份實習比起來 就是我在工作的時候的專心度 呃 就是顯然比較高 然後 所以我覺得就是實習是真的可以 呃 找到自己真的喜歡的東西 對 對啊 那總結就是 為什麼大學生是實習 因為我們在學校學的東西 跟外面的東西其實真的差蠻多的 所以 就是我會勸大家 越早實習越好 因為你可以嘗試的機會越多 對就是 對啊 大學生趕快出去實習吧 那 那要用什麼態度面對實習 就是 就是我覺得不要 被動的 聽主管 叫你做什麼做什麼 就是我在養護實習的時候 呃 一度就覺得 欸 就我現在做的東西 嗯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做這個 那我主管就跟我說 那就是 你要提出來跟我說 那你想要做什麼 就是我們可以討論 對 所以我覺得 就是實習不要 一昧的就是 服從邊就好 你也要提出你自己 想要的東西 這樣 那 我覺得 像是你要出國工作之前 我覺得最好就先去那邊實習過 因為 因為就是文化可能是不小的衝擊 因為其實最近越來越多台灣人跑去對岸工作 那我覺得很勇敢 因為 因為一工作可能就好多時間 對 如果你沒有辦法適應的話 就還蠻辛苦的 對 所以就是盡量去那邊實習吧 那 那就是我覺得實習之間的關聯性越強的話 對你來說會是一個加成 因為就是 你要學那些背景知識 都不用再重學 然後你可以就是 越來越多這樣子 那做那麼多 那做那麼多 算實習有沒有用 這是我列的問題嗎 當然有啊 對啊 因為 因為你不可能一試就中 或是 你原本就覺得你熱情是那個 當然一試就中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做什麼的話 就多四幾分吧 對 然後就是趕快去找 屬於自己的禮物吧